儿童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需要我们细心呵护 可在佛山三水的一个 化名叫做小花的小朋友 却在上课的时候 遭到了老师的粗暴对待 导致孩子右手骨折 右手受伤正在读书的孩子 就是刚刚五岁半的小花 据她的奶奶说 在10月10号下午4点多钟 当她像往常一样 去幼儿园接孩子的时候 突然发现小花的右手出了状况 当晚小花的父母 把小花带到附近医院 一检查才知道 小花的右手竟然骨折了 第二天小花奶奶 就到幼儿园了解相关情况 今天上午 一线记者在小花的家里 看到了在家养伤的她 最后一线记者赶到小花就读的 佛山南边中心幼儿园 有工作人员就回应 事件纯属意外 而涉事老师 室友又是资质的 上数学课 他和前面的小花在说话 我之前已经警告过他几次了 他越说越大声 就是这样 我就叫他出来 想松他一下 就是在过程中 我可能拿着他比较用力一点 他自己不小心 要摔到地上 老师说当时也不知道小花伤的这么严重 所以只是帮他喷了一些药 老师也特别提及 小花平时都比较顽皮 不听话 目前双方已经达成谅解 幼儿园也承诺承担小花全部的治疗费用 并补偿物工费与营养费 而有心理学专家表示 像小花这样的虐童事件 会对兽女儿童的心理成长 造成很大的影响 事后 父母必须要从三个方面 来对孩子进行心理干预 第一个要关心 多关心温暖 不要批评指责 第二个呢 就是真的是怎么样 要耐心 要细致的 第三个呢 就是说你要成为孩子的后盾 那么